大家好,我是莫克城 今天打算去安徽府洋巴里河 在路上看到这些上水石,好漂亮的 这些石头有贵的有便宜的 有一些要好几万 家里面弄点小的就行了 这些大的我估计是商场之类的地方可以放 这个好像是在山洞里挖过来的,你看了没有 有点像中乳石 真不错 刚才吃饭的时候,我碰了一个工人 他一天光雕刻这种石头,一天七百块钱 这收入是可以的 这一粒全都是,好几家都是卖这种石头的 哇,太多了,这一粒全都是做这个东西的 这个石头 2块3一斤,我买哈 这个能往冰箱里放哈 我突然改主意了,买了点菜 上高速直接沙奔云南 这两天恐怕都要赶路了 这个石头是一公里,纸上一区区的石头 是一公里,有哪一区区的石头 是一公里的石头 是一山的开廊 东西沿着一公里,有哪一区区的石头 昨天我吃牛肉 我朋友说你要荤素搭配 我实际上中午吃素吃比较多 基本都是素菜 晚上吃点肉 为什么晚上要喝点酒 这也是没有办法 按说应该是中午吃肉 晚上吃素 对身体好吧 但是中午得开车 你不可能喝酒 喝了酒就走不了了 是不是 今天晚上就是两半一个黄瓜 然后那个牛肉 昨天只吃了一半 今天把另外一半牛肉吃了 我本来打算呢 就是慢慢悠悠着往云南方向走 但是今天去了几个景点一看 哎呀人马没换 不管是大景点小景点 哪怕山沟里边全都是人 我一想算了吧 我们就有啥呢 就那个利用这几天正好高速公共免费 往云南赶 这样的话还可以省点费用 比如说减脂 省点高速公共费 而且还可以节省时间 这样的话又到云南以后 然后往回走 在云南玩上一个一个多月 贵州玩一玩 然后再看看去四川还是去江西啊 安徽啊 这样子再赶回来 就过年了 我买了两根黄瓜 先吃一根 如果不够 再把另外一根再拌掉 就这样子 高速公路上的车还真是不少 说实话 但是它不堵 因为我这个导航就设定的是高速优先 然后躲避拥堵 这样就可以了 从景南到云南的话 有个三千公里吧 三千公里我就慢慢跑 虽然是走高速也慢慢跑 大概我估计需要三四天的时间 才能到云南 我定的是西双版纳 直接刷到云南的头上 瑞丽我去过了 其实云南的很多地方都去过了 但是已经没有系统的转完 这次呢 不管是去过的没去过的 统一去梳理一遍 因为很多地方 像瑞丽 我二十多年以前去的 现在的变化肯定很大了 所以再走一遍 走一遍 原先走过的路 就看看原始森林 一切完牛肉就上面全都是油啊 告诉大家一个小窍门 不管你是坡也好 还是这些 这些反正和厨具有关系的这种东西吧 上面如果有油的话 一开始先不要用那个餐气镜 用纸擦椅 好了 搞完了 今天还是啤酒 然后我看电视 我的晚餐时间 那么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再见